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一过六十岁的大寿 就觉得自己身体哪哪都有问题 隔三差五就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但也有很多女性 到了八十岁 也能自己照顾自己 吃得下饭走得了路 一点都不用家里孩子操心 中国人讲究 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很多时候人的人命运 已经在冥冥之中注定了 一 晚年不会卧床的四个生肖女 钱财多 生命力强 寿命长 快来看看 有你吗 一 生肖牛女 后肌薄发 生命力强 属牛的女人 性格很好 做事认真 而且 凡事都不喜欢冒进 也懂得在什么场合让三分 加上对生活十足的乐观态度 这样的女人 很难不忘自己 不忘家人 她们单身的时候 善思善存钱 还懂得给自己留下后路 结婚会保持自己的社交圈 也有能力促进家庭兴旺 养育孩子也有自己独特方法 总能培养出优秀的后代 所以属牛的女人 有良好的人缘 还受老公宠爱 老了还能享受孩子的福气 就算没有富贵 也是绝对幸福的人 这样的人不容易变老 然后属牛的女人 自身好像天生就拥有强劲的涌动机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 这种厚积勃发的气韵 这种顽强的生命力 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内核 就是长寿的标配 二 生肖虎女 虎虎生微 老当义壮 属虎的女人 开朗大方 从小就非常独立 天生富贵命 智商一般也不低 一般都能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 获得一番成就 你仔细观察生活中虎女 无论多大年纪 都给人洒爽的感觉 小小年纪就做事果断 行动力超强 老了也有无限的精力 好像她们骨子里 就自带英勇和刚强 而且她们自己很强大的同时 还有天生的忘负命 所以 虎女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老年后会变成不服老的精神 会想尽办法 通过自己的努力 缓解自己的衰老 加强自身的免疫力 年轻不服输的精神 让自己不断付出之后 就能给家里带来可观的财富 甚至晚年没有收入 也不用担心 不差钱的家庭 大多事情都能迎刃而解 没有金钱的压力 人会年轻很多 也就容易老当异壮 老后不服老的精神 让他们永远有目标奋斗 身体永远在焕发心机 这种倔强劲儿 就成了长寿的关键 三 生肖蛇女 灵活多治 少病少灾 说起蛇 大家联想的寓意 可能都不是什么好词 大多是狡猾和阴险 但气质 蛇在古代一直以来 都是智慧的象征 鼠蛇的女人 机智灵活 性格豪爽 待人热情 内心火热 对所有感情都忠贞负责 爱一个便是一辈子 许下承诺就一定会履行 他们天生自带很好的应变能力 这在人生路上是变强变好的关键 这个世界是有因果关系的 往往种下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鼠蛇的女人 前半生种下努力拼搏和善缘的因 后半生自然会开出后福的果 更何况爱动脑筋 爱运动的人 是很难生病的 所以 鼠蛇的女人一般晚年不容易卧床 她们闲不下来 这种智慧劲是她们长寿的关键 四 生肖养女 温柔善良 福寿绵长 鼠羊的女人 其实在很多方面 都是很有福气的 无论是作为女儿 还是作为妻子 或者作为母亲 总是能给身边人 带来好运和正向的能量 因为她们性格都是温和体贴 善良可爱 生活中善于换位思考 还很会照顾人 所以 无论什么身份 都会比较喜欢属羊女 不过她们外表看起来很柔弱 其实内核是很强大的 懂得如何照顾别人 更懂得如何经营自己人生 晚年不容易卧床 能够福寿绵长 离不开她们一辈子的心善 离不开她们日积月累的福报 离不开正确的疼爱自己 属于以上生肖的人 别觉得自己晚年健康板上钉钉 其他生肖也别觉得灰心 晚年健康不只取决于生肖 生肖很多时候只是给某些人先天的优势 但后天的经营和选择 才是得到晚年健康的决定因素 比如 乐观的心态 适当的锻炼 温馨的家庭氛围 正常的工作等因素 都能影响晚年会不会卧床 除了上面的生肖女以外 生肖中还有四种生肖男 这四种生肖男被认为是 晚年不会卧床的生肖男 他们的寿命都非常的长 生命力也非常的强 而且他们晚年的时候 也不会有太多的疾病 因此也非常的健康 同时 这四大生肖男晚年的时候 还会有比较好的运势 所以也会有比较多的财富 那么他们具体是哪四种生肖男呢? 二 晚年不会卧床的四个生肖男 一 生肖属男 属属的男性 无论是在中年还是晚年的时候 都有一个很好的体魄 而且他们的身体状态 一直都非常的好 不容易生病 即使是到了晚年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健康 所以也不会卧床 而属属的男性晚年的时候 还会有比 较好的生活状态 总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情 所以他们晚年的时候 也会很幸福 同时 他们的晚年运势也非常的好 不仅可以得到子女的关心 还会有比较好的运气 所以也会有比较多的财富 二 生肖牛男 属牛的男性 一直以来 都非常的朴实和勤劳 他们的一生中 也一直都在默默地付出 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 也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回报 他们的身体状态 一直都非常的好 即使是到了晚年 也不会有太多的疾病 所以也不会卧床 属牛的男性晚年的时候 还会有比较好的福气 不仅可以得到子女的孝顺 还会有比较好的运势 所以生活中也会非常的幸福 同时也会有比较多的财富 过着非常美满的晚年生活 三 生肖龙男 鼠龙的男性 一直都非常的聪明和勇敢 他们的生命力也非常的旺盛 无论是在什么时候 他们都非常的有活力 也不容易生病 即使是到了晚年的时候 也一样非常的健康 所以也不会卧床 鼠龙的男性晚年的时候 还会有比较好的运势 不仅可以得到子女的孝顺 还会有比较好的福气 生活中也会非常的幸福 他们的财运也非常的好 也会有比较多的财富 四 生肖狗男 鼠狗的男性 一直以来都非常的诚实善良 他们的正义感也非常的强 所以在晚年的时候 总是能够得到他人的喜爱和尊重 同时也会有比较好的人员 他们的身体状态 一直都非常的好 即使是到了晚年 也不会有太多的疾病 所以也不会卧床 鼠狗的男性晚年的时候 还会有比较好的运势 不仅可以得到子女的关心 还会有比较好的福气 所以生活中也会非常的幸福 他们的财运也非常的好 所以也会有比较多的财富 通过对十二生肖中的 生肖狗男的了解可以发现 无论是在中年还是晚年的时候 身体一直都非常的健康 晚年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的疾病 所以也不会卧床 他们晚年的时候还会有比较好的运势 不仅可以得到子女的关心 还会有比较好的福气 所以生活中也会非常的幸福 同时也会有比较多的财富 过着非常美满的晚年生活 金钱和财富 是很多人关心的事情 下面教你开运招财风水 简易八招 让你提升财运 从年头望到年尾 第一招 发财金怎么用 三个小撇步 让提升财运 望上加望 珍贵的钱母是可以 用小钱 生更多大钱 使用钱母 有正确方式 赶快照着以下三个小撇步 让你的钱母 咬更多钱回来 贴步一 把钱母放在皮夹里 代表皮夹随时有钱 财源不断 如果要长期放包 就不要随便花掉 它才能为你吸金 贴步二 可和常用的存折放一起 钞票就是用此法 选常用存折 代表钱有在流动 不要把钱母存到银行户头里 要存入户头 过一年后再存进去 贴步三 花在正当用途上 可以花在跟你工作有关的设备上 这样等于花费在你的生财器具上面 让钱母也达到钱滚钱的效用 第二招 把握这天去没赢财 财运亨通 手气旺 农历二月初二这一天 是土地公的生日 习俗上 大家都会为土地公 庆生与祝贺他道任 但由于现在许多人都很忙碌 原则上 祭品就是方便准备即可 像去超市或大卖场 买些饮料 糖果 饼干 水果 并搭配土地公庙提供的金纸 在白白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念文书 让土地公知晓 到底是谁要跟他求事情 这样他才能帮助到你哟 不论求财 求事业 或任何你想要求的 可以多到土地公庙白白与走动的话 自然就比较容易帮忙这个人 所以 到家里附近的土地公庙 要记得白白哟 然后 别只有在有所求的时候 才想到土地公哦 第三招 招财从居家风水下手 罗盘超简易开运招财法 罗盘作为阴阳和和的象征 可以化解一切不良信息 使室内不平衡磁场变得统一协调 而达到化解煞气 树立正气的目的 什么人需要购买罗盘呢 许多人在外租屋 或是办公室风水磁场不好 造成经常头晕或是身体不适 久而久之 运势自然下降 罗盘可用来勘测风水 也可用来随身携带化煞 纳吉 罗盘具体作用 对于开运招财特别有效 在自己最常开启的抽屉内 放一面罗盘可以为主人助运 防小人侵害 将罗盘挂在门上窗户上 或摆在书桌上盘面向外 可以招财 和水晶一样 罗盘具有较强的磁场 所以家中若有供奉财神或观音之类的神像 可在神像前放一面罗盘 据说能强化加持力 把罗盘放于枕头下或床头柜上 能起镇宅安神 让睡眠质量更好 一只手拖着罗盘 放到腹部肚脐眼的高度 手一边慢慢地顺时针转动 一边慢慢地抬高至脖子的位置 从下往上 反复转动 如此可增加财运 这叫腰缠万贯 一只手做完可换手 任何时间都可做 天天转动效果特别好 罗盘效用很多 没事带在身上 还能挡在挡车官房小人 当我们无法改动 某些风水 也无法搬出时 需要透过开运小物调整磁场 甚至画煞解煞 透过专业老师的解说 搭配您的紫薇命盘 才能完整地开运 第四招 自制招财小物 开运福袋 让你福气满满跟着来 不用花大钱的开运方法 简单又方便 请各位好运人一定要试试看 准备内容 黄色小布袋或黄色纸袋 五十元硬币一枚 十元硬币三枚 五元硬币一枚 一元硬币三枚 共八十八元 粗盐加矿泉水 红纸 黑色笔一枝 做法说明 一 将八十八元以盐水洗净 在阳光下曝晒三天 每天晒四小时 二 用笔在红纸上写下个人生辰八字 集对我生财四个字 三 将八十八元及红纸放在黄色小布袋中 带过好香火后即可随身携带 八十八生财转运带象征发发生财带 当遇到财运不佳时 拿出二十二元 放在自己原有的金钱当中使用 此时转运带内还有六十六元 代表六六大顺 记得一年当中 仅可使用转运带里的二十二元一次 可以在最需要时使用它 效果更加倍 TS无论任何福带 转运带记得做好之后 必须到大庙主炉过香火 顺时钟绕三圈 并禀报自己的姓名地址与生辰八字 这么一来就有神明加持 无行当中 财源自然源源不绝 第五招 制作家庭聚宝盆 简单聚才加运望 今天要教大家 制作家庭聚宝盆 内外兼备 让你想不发都难 所需物品 陶瓷问不可透明 平底深平口小 红色纸张 护掌银行专用印章一枚 檀香 绿紫粉黄白黑色 共五色碎石水晶 168或1688枚亿元硬币 农民力粗盐 做法 一、在红色色纸的背面中间处 写下护掌的生辰八字 二、印章用檀香净化 点燃檀香 左手拿印 右手拿香 顺时针绕三圈即可 三、在红纸的边边四角正反面 都需盖上印章 除了谐音八八之外 也象征求八路财神 四、五色碎石水晶 所有硬币以盐水洗净 在阳光下至少曝晒三天 每天至少四小时净化消瓷 如三天没晒干 可选择七天或七的倍数即可 五、选择农民粒 开光祈福日 六、在陶瓮的底部最下层 放写好的红色色纸 色纸上方铺上所有硬币 再于硬币上方铺五色碎石水晶 七、把瓮放在家里的才未即可 恭喜你已经完成聚宝盆的初步 再来就要靠每天维护 每日将口袋的零钱丢进聚宝盆 四日出门从聚宝盆拿几个硬币出来使用 放入聚宝盆的钱财必须多余拿出来的钱 象征进的多出的少 聚宝盆就会越来越多钱 存到逢期的倍数再拿到银行去存 它就是发财金落 简易财位找法 大门开在客厅中央 左右斜对角角落皆是财位 大门开在客厅左侧 那么财位在进门右边的鞋 大门开在客厅右侧 那么财位在进门左边的鞋对角 第六招 职务也能招财 神奇的玫瑰改运法 人身体的水分和人的运势 是有关联的 水分如果有点缺乏 人就会略显暗沉 脸部气色也不明亮 气色好坏 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运势的起伏 五官以及气色明亮的人 给人神采奕奕的感觉 自己做启示来也会充满信心 那么要如何使用玫瑰花催运呢 每天睡前 用一只玫瑰花品种不限 摘下花瓣铺在睡的地方 也可以混搭使用 但会建议使用单一种去体验一下 原则上就是天天睡睡到感觉有改善 或是达到希望的效果已发生 就可以停止了 希望借由玫瑰花 带来好运给大家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